不过这样一来 等到了静心园 已是大半个时辰过去了 到了静心园 却被告知魏天冲正在上课 不宜打扰 魏兰心大感不满 不是卓人说了 今天要来见少爷吗 让冲儿不用去学谈了吗 他是魏天冲的姑姑 对魏天冲在言辞上 自然不用太客气 是梦皮笑肉不笑地回道 少爷的确等了 等了有小半个时辰 见实在等不到人 以为两位不来了 就去上课了 他没说魏天冲等了半天 等得心焦 连椅子都砸了一张 魏兰心与姬子谦 也就没察觉到 这里面有问题 既然是自己迟到了 也实在是怪不得魏天冲 好在 世默说道 不过两位既然来了 总是要和小少爷打个招呼的 不如就有小的带两位 去书院看看吗 香香也是 姬子谦彬彬有礼的回答 既然这样 那就麻烦小哥了 他虽然出身世家 却也知道自己此次过来是有所求 因此对这里的下人也算是客气 不过要说学习唐节送钱送礼 他还是不屑为之的 两位请跟我来吧 世梦已带着魏兰心和姬子迁去书院 到了书院 只见书院里一位先生正在教书 下面坐着十多个人 都是魏家的小子 却不知道哪个是魏天冲 世梦指了指坐在那儿的魏天冲道 啊 那位就是小少爷 上课时间两位不好打扰 就在这儿打个招呼吧 说着对着屋内咳嗽了一声 那边世梦听到 抬头看见外面站着三个人 知道是姬子迁他们来了 就用胳膊捅了捅魏天冲 然后朝外面一挪嘴 魏天冲抬头看去 正和姬子迁眼对眼打了个正着 不过世梦的动作明显大了些 被那教书先生看到 抓起手中戒指 对着魏天冲就是一下 好好念书 不得东张西望 这一下戒齿打在魏天冲的头上 疼得他是缩头不敢再看 古人教书可不讲究快乐教学 不体罚学生那一套 教习本身就是个有资格奏少爷的工作 而魏家的教习更是苍龙府的有名大儒 威望极高 教出过好几位名动四方的人物 别说你是魏家少爷 就算是金家张家古家 甚至是仙家少爷 敢不好好听课也照打呜 因此这一戒齿下去 就连魏天冲也不敢反抗 但是这心里面 却把姬子谦恨了个咬牙切齿 本来魏天冲昨天发过火后 想想到底是自己表哥 也没必要多计较 因此已经有些打退堂鼓了 现在却接连被坑 对姬子谦的形象 那是彻底差得无可再差 姬子谦对这失败的第一印象 却是毫无所觉 在他看来 上课不认真听 被先生教训 那是常识 因此只是笑笑 看来真的不是时候啊 既然这样 不如我们先回靖心园等着吧 对了师梦 先生一般教到什么时候啊 这个嘛 是梦面露男色 确实不好说了 先生教书没个准时 有时候时间长 有时候时间短 这兴致来时呢 一直教到夜里也是有的 这样啊 姬子谦想了想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先回青阳轩吧 如果少爷提早下课 还请小哥通知一声 那是自然 是梦笑咪咪的回答 当然了 姬子谦是得不到任何通知了 在进入卫府两天后 姬子谦唯一的成果 就是远远的见了卫天冲一面 还害得他挨打 入府第三天 这天姬子谦早早起床 整理衣装 也免了再空跑一趟 魏兰心正要陪儿子同去 没想到胭脂 却来替太太请姑奶奶去会面 郑书凤不知道 姬子谦昨天没跟儿子说上话 只以为大家都已见过 彼此熟悉 没必要再让魏兰心 每次都陪着 再加上胭脂提议 就喊了魏兰心 一起去陪老太太 魏兰心听说 郑书凤喊他去陪老太太 有心说不去 又不知怎么开口 好在姬子谦说 母亲且去吧 陪陪老太太 我自己去见冲地就成了 魏兰心终究有些不放心 只好道 既然这样 就让柴寺陪你去吧 由于这次过来 姬子谦不适合带仆人 因此魏兰心 只带了自己的贴心丫鬟 宁翠和一个马夫柴寺 此刻也只能让这柴寺顶上了 这次还是由昨天的小司领路 总算今天没再发生昨天的事 一路顺利的来到了靖心园 正好魏天冲就在花园赏花呢 看到魏天冲 姬子谦已经笑着走上来 冲地 两年不见 近来可好啊 对于姬子谦来说 他到这儿来做谱学 的确只是没办法的办法 打心眼里 是没可能把自己当吓人的 这也是他唯一的弱点 只不过这个弱点 一般也没什么人敢针对利用 正因如此 他今天过来 就是打算以续旧情的方式来拉近和魏天冲的关系 只论情不论责 这一点其实与唐杰当初对须木扬的态度一样 本身是没有任何错误的 可惜他的想法早就被唐杰看得一清二楚 更是在一天前就通过释墨传到了魏天冲的耳中 再加上昨天的事 魏天冲对他实在没什么好印象可言 因此这一刻见他来了 只是和身边的释墨说话也没理他 姬子谦就要揽魏天冲的手伸出一半 见魏天冲没反应 只好尴尬地摸了摸自己的头 又缩了回去 对了书房里那只狼豪也换了 记得要 已经换了少爷 是您最喜欢的紫燕斋的银针豪 还是你小子伎俩 魏天冲笑道 这才回过头来看了姬子谦一眼 用普通至极的正常口吻说 哟 这不是紫谦哥哥吗 好久不见了 今儿个怎么想到跑来看我了 姬子谦笑道 怎么冲地还不知道吗 前日我母亲来正式向魏府提出请求 希望能获得一个入学名额 魏家年年有名额 姬家与魏家又是这么近的关系 与其给外人 自然不如给自己人了 他这话说得很正常 可惜却不合时宜 因为这会儿子 外人都在呢 别说是是墨是梦啊 就是唐姐等其他下人也在 听到这话 心中意气冷哼 魏天冲倒没为这生气 只是冷冷道 又没人通知我 我怎么就非得知道了 姬子谦一愣 他听出这话不对味了 姬家来魏府已经两天了 昨天更是着人通知了魏天冲 要说魏天冲不知道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他这么说 只能说明一件事 就是为之前两天 没来见自己而不满 不过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解释一下就能明白 姬子谦忙笑道 表弟误会了 我们是因为安排住在青阳轩 住得有些远 来往有些不便 再加上母亲舟车劳顿 需要早些休息 所以当天就没来 这不 昨天特意过来 他不提昨天还好 一提昨天 魏天冲就想起那戒齿的事了 只觉得脑袋瓜子 现在还隐隐作痛 脸色立刻沉了下来 永筐城 离苍龙府也不近呢 为了一个名额 姬家不也巴巴的来了吗 怎么我魏家的青阳轩 距离我这静心远 竟比永康离苍龙府还远吗 我倒是不知道 我们魏家已经这么大了 一群小厮们 同时发出笑声 姬子谦一听不对劲 正要再解释 魏天冲一说道 魏家 虽然每年都有名额 却也是每年都有人求着要 各路的关系需要打点 总有一些人不能得罪啊 更有不少真亲戴故的 借机上门求取机会 只有一个名额 想要的却是年年过百 所以呢 也不是随便什么 阿猫阿狗都能来拿走的 倒不知道子谦 是凭什么来拿这名额呀 姬子谦听得是心中大怒 她知道 自己在无意中 已经得罪了魏天冲 却不知道得罪的有这么深 她母亲魏兰心 与魏丹薄 好歹是异母同胞的兄妹 这是亲表亲呐 到哪儿也说不上 是不知来路的阿猫阿狗啊 魏天冲这么说 已经是将她贬到 和那些贤贫爱富的远亲 一个层次了 她姬家在永康 好歹也算是有名的家族 当初魏兰心嫁给她父亲时 魏家也没这么显赫 两家当年可是门当户对 怎么现在就成了阿猫阿狗了 不过她也知道 现在不能得罪魏天冲 只能忍着气回答 姬家并不是白拿名额 子谦这次过来 是以蒲学的身份进入的 原来是这样啊 魏天冲大笑起来 那倒是我凑怪你了 姬子谦听得心中一喜 还以为事情说清楚就没事了 没想到魏天冲下一刻 已是拍手道 既然是蒲学呢 那就是说 你是来做下人的咯 也好 师默教教她规矩 让她知道 以后该怎么做事 什么 姬子谦如被雷劈了一般 待在当场 魏天冲 却已是转身走了 师默呵呵笑着走上来 站到姬子谦身前道 嘿嘿嘿 我说姬少爷 啊啊不对 现在应该叫你子谦了 这府里的规矩呢不多 但每条啊都很重要 身为下人呢 首先就得明白掌幼尊碑 所以这第一条规矩啊 以后看到少爷 你不能再称呼冲弟或表弟了 而要跟我们一样 叫少爷 姬子谦彻底傻掉了 世默的声音还在继续 呃另外呢 身为仆人呢 还带着仆人 这算怎么回事啊 啊 子谦身后那个跟班的 也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泥腿子 这忒是邋遢啊 还是趁早让他出府吧 别葬了这静心园的地面 我们魏府 可丢不起这个人呢 这一边 魏天冲回到屋里 一吐舌头说 世默 我刚才表现还可以吧 确实全没了 刚才的嚣张表现 那是自然的 少爷的表现绝对没话说 任何人见了 都会说少爷言辞有理 进退有度啊 世默趁机大拍马屁 魏天冲松了口气 那就好 不过你说 我们是不是有些过了呀 他好歹也是我表哥 让他喊我少爷 我总觉得这事 有些不对啊 使梦笑道 您有没让他喊你少爷 只是让他学学规矩 这过来当徒学的 让他学点基本的规矩 不是很正常吗 就算是外面来的尊客 还得提醒一下 哪些地方可以去 哪些地方不可以去呢 至于说具体内容嘛 那就是世默教的 和您有什么关系啊 是世默自以为是 让他叫你少爷的 可他到时候喊我少爷 我怎么答应他呀 习惯了 没在意 怎么说 还不是少爷您一张嘴啊 他姬子谦以仆学身份来这儿 守一下规矩 自己愿意叫您一声少爷 也不能算玉规啊 你有什么受不了的 知道也是啊 魏天冲点点头 还好姑姑今天不在这儿 他要在这儿 我这话可就没法开口了 魏兰欣是他亲姑姑 要是当着自己亲姑姑的面 让自己表哥 喊自己少爷 直下人礼 他是怎么都做不到的 那可是和教习一项 有权揍他的 对所有有资格揍自己的人 人们在心里上 都会有一种先天性的敬畏 是梦嘻嘻一笑 既然是来当下人呐 这家人呐 以后能不见 还是尽量不要见的好 规矩呢 就是规矩 若随便来个人就没了规矩 那还叫规矩做什么呀 所以这规矩啊 鸡家的少爷得守 鸡家的太太也得守才是啊 让我姑姑守规矩 魏天冲叫了起来 开什么玩笑 这不可能 事梦已低下头道 静心缘的规矩 姑奶奶自然是不用守 可是魏府的规矩 总还是要守的 下午 世月来花园 看到唐杰还在忙碌 发出一声轻笑 乒停着步子 站到唐杰身后 拍了他一下 叫道 喂 唐杰却是不为所动 淡定转身 世月姐姐好 下你一次就这么难吗 还是早看到人家了 世月瞪着一对 水汪汪的大眼睛 看着唐杰 只是听到脚步声了 唐杰回道 对了 怎么这会儿有空过来 世月再度无嘴轻笑 撇了唐杰一眼 还不是你们干的好事 没过午 那位鸡少爷就去了 姑奶奶那边 你是没看到啊 眼睛都红了 就差泪珠子没掉下来了 哎 我说你们怎么把他得罪得 那么狠呢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唐杰抱去贪手 不过是世墨教他一些 做下人的规矩 那位鸡大少就受不了了 说着 唐杰随口将世墨调教鸡子千 当下人的事说了出来 整个上午 世墨可没让鸡子千闲着 不是干这就是干那 是真正的当仆役使唤了 鸡子千也算是能忍的 竟然忍下了这口气 可惜啊 他到底是少爷 平时都是人伺候他 自己哪会干那些事啊 就算他肯干 那都干不好 所以一上午 就没少被世墨教训过 柴寺被支走了 一群仆役 对着他是爱搭不理的 他连个帮忙的人都找不着 嚷使他修养再好 面对这种情况 也是叔叔能忍 婶是不能忍 终于找了个借口跑掉 回母亲那儿 哭诉去了 好